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弘副 球狼 球狼 胡佛 走 愣走 站住 公福 不许进 不许进 我是这么想 天子刚下诏给乔芝芝和赛红福 赐宅子赐亲 我们实在是不宜这么着急 对他们下手 可是 这乔芝芝赛红福 在这人世间多留一时半刻 吴三思和五一宗殿下 都会气恼不休啊 话虽如此 但苏子印先生的话 也确实值得掂量啊 眼下要出去这二人并不难 但是 那手捧上方宝剑宣旨赐婚的谢瑶环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吧 那又怎么样 难道 他敢在天子和皇后陛下 低亲侄儿侄孙头上 动用上方宝剑 以他的秉性 这种事情他也是干得出来的 真想不到 这个鼠中剑壁 竟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了 蛇人仙射马 秦贼仙亲王 蛇人仙射马 秦贼仙亲王 你们不要忘了 他的老爹小 可是当红太医啊 是啊 而且眼下正在为太子治病啊 嗯 对啊 咱们这样 你们让我进去吧 张氏大人 帮奴婢回府吧 亡命已下 反腐之门 你再也不能进了 张氏大人 关门 张氏大人 通府 请你不要把我当作胎生怕死之辈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死我也愿意 你如果还想用你的生命换取我的生存 那么我宁愿死在你的面前 佳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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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才姚环宣读过旨意了 一切都显得那么圆满 果然是雨过天晴 可是姚伟和仙克兰 亲耳听见赫兰敏之的话 却让我感觉到 那是山羽遇来的潜奏啊 这也是赛红服 仍然要重回虎口的眼情 是啊 我也一直在思索 这赫兰敏之也太阴度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赫兰敏之死作 另藏杀鸡 借刀杀人一箭三雕 借刀杀人一箭三雕 对 不是双雕 是三雕 哪三雕 第一雕 梁王五三四 五三四 是啊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雕 很久以来 在作为狄亲的 孤表仪表的 武士和赫兰式之间 自从出现了韩国夫人 也就是在当今皇后的大姐 赫兰敏之的母亲 赫兰夫人神秘去世的事件后 在武士和赫兰式两姓之间 就埋下了猜忌和仇恨的祸根 是啊 在这旧恨未消之前 有天心恨 也就是五三四 要从赫兰敏之手中 横刀夺爱 夺走赛红服 所以才有了海池斗士会 赌鸡风波 可是 眼下赫兰敏之把赛红服逐出王府 任其跟乔芝芝昏配 紫杨兄你想啊 对于赛红服 志在必得的五三四 眼看着赛红服 就要成为左斯大夫 乔芝芝的夫人 她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啊 如此说来 三雕中的两雕 一定是乔芝芝和赛红服 可是赫兰敏之对赛红服 宠鸡而已 其实啊 这宠鸡与斗鸡 虫犬和骏马 又有什么分别呢 有一件事 紫杨兄可能没听说过 赫兰敏之 有一条从弗林国进贡来的虫犬 这条虫犬 平日里有四个奴婢服侍他 可就因为有一天 这条虫犬向别人摇了尾巴 狠毒的赫兰敏之 立即将这条虫犬处死 哎 千不该万不该啊 这赛红服 不应该去赫兰敏之府请罪 这可是犯了大忌啊 这可比虫犬向别人摇尾 更令赫兰敏之气恼啊 是啊 在赫兰敏之的心中 他已决出 他的宠妻 竟然能为了昔日五三四门下的 乔芝芝而死 他能放过他们 他让赛红服和乔芝芝奉旨成亲 那个五三四必然心中怒火中烧 绝不会放过他们二人 那么这个乔芝芝就成了第三条 难怪赫兰敏之说 要让乔芝芝付出惨重代价 这五三四 必然会出手除掉这二人 这就是剑刀杀人 一剑三雕 难怪 听旨之后 冰雪聪明的赛红服 哭得更凶 可不是吗 这些皇亲国戚 藩王俊王 难道不知道大唐朝 幅渊辽阔 虽然京城 粮草充盈 可是河南 山东 灾情不断 灾民们流离失所 更有人吃人的惨剧发生 如果不是英国宫里纪 还有薛人贵 狄仁杰等人的日夜操劳 恐怕远不止关内河北 恐怕天下早已经大乱了吧 他们 仅仅为了一个武姬 为了一个车马先行后走的牌位 居然会想出如此歹毒的念头 他们 真的以为这大唐朝的天下 是凤蝶承运吗 不是高祖太宗和开朝将领们 浴血奋战而得来的吗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伟妹 我们看看去 看看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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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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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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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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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下好了 梁红接了孟光案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梁红和孟光是东汉时期的夫妻 两个人特别的恩爱 每次梁红要进食进食的时候 孟光都把她放在案中 举到眉头送给梁红啊 也就是说 今天 赛红服向乔芝芝表白 说自己要像孟光一样 举暗齐眉 从此和乔芝芝相亲相近 可是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啊 是啊 赛红服她怎么会突然出其顾虑 愿意和乔芝芝奉旨成亲了呢 走走走 先走吧 瞧了 弘服是怕 我早已经想好了 把生死置之度外 今生今世 我一定要与你同胜共死 武团儿 拜见武仪宗殿下 武团儿 你可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要见你吗 请殿下明示 我要为我五家的护弊 铲除谢瑶环这个心腹大患 团儿身谢五三四殿下 和武仪宗殿下的关爱 你虽然是个护弊 但梁王殿下视你如同亲生女儿一般 岂如纳谢瑶环在你头上排挤欺辱 可是她深得皇后陛下的义重啊 其实是她呀 连她爹爹谢瑶 那更是大大的义重啊 是啊 都怪那上官仪把那谢瑶引入宫中 为皇上治病 即刻就获得两位陛下的处性 现在东宫太子李红 又由那谢瑶老儿日日护礼 对谢瑶两位陛下各是理性有加呀 你可知道半君如半虎啊 殿下的意思是 既然因为太子而大获恩宠 那就让他们因为太子而落入虎口吧 要他也因此落入虎口 谢氏满门 也因此死无葬身之地 难道 难道 两位殿下的意思是 是要把太子殿下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难道你武团儿 就甘心被那谢瑶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欺辱吗 不 绝不 这才是我武家人的心胸啊 文一宗殿下 那我该如何行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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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红二 猎物就要逃入树林当中去了 儿臣来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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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摄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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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千 放 母后 红尔 你可是我大唐储君 陛下 太子当此太平盛世 秉兴仁爱 正是我们天下苍生的福气啊 可是自古以来在这恭维之中 何时何年何月有过一刻 真正的太平 谢上公 在 你是亲自冲闯过西式刑场的 那是上百家的破坡 上千人头落地 西式刑场血流成河 京师上空日月无光 其实我也明白 真正要废除我的是皇上 上官仪只不过是奉赵行事 你不知道也不明白 当初上官仪还劝见过皇上 要他不要下诏 我也知道也明白 你知道这一切 可是你还是要让库利们 罗织与废太子李中谋法的罪名 把东内令城王府圣在内的百家文武九族 杀害在西式 母后 谢上公说的都是真的 红儿 这是真的 母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平日要儿臣明辨道理 切不可颠倒是非啊 母后今天就是要你明辨这个道理 知道上官仪一案的是非 皇后陛下 你要告诉太子殿下什么是非 什么道理 你认为呢 你不杀人就要被贬入冷宫 就要被他人所杀 对 这就是事实啊 皇后陛下 可容谢遥还疑问吗 说吧 你既然已经阻止了赵叔的下达 也已保住了皇后之位 已经不会被打入冷宫 不会被人所杀了 为什么还要破人摆架 杀人千口 这是什么道理 什么是非 母后 皇后陛下 属老朽直言 上官仪一案 确实太残忍了 有谢遥这样的父亲 才有谢遥还这样的女儿啊 谢遥先生 陛下 我早有所闻 巴西谢氏 虽然是医学世家 虽然是医学世家 但谢先生年幼也颇研读王霸之术 所以在玄弧济世的同时 谢家剑术也独步武林不落人后 皮毛之术不足挂齿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我也要对夏遥先生直言一句 微臣聆听圣训 上官仪一案 先生责我残忍 我却要责先生一夜障目不见泰山 愿闻其详 愿闻其详 请问先生 你为皇上治病已于半年 皇上的龙体到底是何状况 甘身双亏 百徽禁针也只能是输到缓解 但是皇上投风之争不轻啊 是啊 且不说我九郎的身体如此 更不用说我九郎和红尔 果然是父子连心 病性相同 都是优柔有余而果敢不足 谢遥先生 谢遥环 陛下 以皇上的病体和心性 能和太宗皇帝相比吗 这和上官一案无关 自然有关 强词多理 杨环不得无理 监察我的举止言行 原本就是他的本质 我毫不夸张地说 自从九年前我被册封为皇后以来 致力于静平编幻才有大唐的太平 致力于劝农都知才有大唐的繁荣 是想想 若我一遭废处 轻饶铁骑 又会跨过殷山 像当年一样 不仅掠我城池 而且还会残杀 活埋我百姓数万之重 谢遥环 你留意了 你留意了 不是百家千口 而是数万百姓 编幻一开 则东营高丽诸国 还有十克司机复辟的隋朝皇族 以及潜伏在我各地的复辟武士们 都会推波助澜 还有我大唐皇室中心怀意志之辈 更会遥相呼应 他们会对我大唐新城包围之事 这样 就更不是数万生灵涂炭 而是千百万的生灵涂炭 那么 陛下是为了杀一井百 可是 谢先生 对魏武帝曹操的感叹 不会淡漠吧 啊 今日天下我若不竭力之称 不知又有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而天下战乱灾祸 正不知何年得息啊 是啊 啊 当初在故乡丽州规中读史书的时候 每当看到曹操的这段感慨 都觉得是尖雄粉饰之词 这到后来 入主西宫 辅佐君王处理朝政 才深深体会到曹操 绝不是乱世奸雄 而是智世之能臣 不错 他行事残忍 可是如果没有对那些 只知道争夺权力的政敌的残忍 就不能庇护天下百姓 而让天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宽容和仁慈 正是最大的残忍 不破百家 不杀千人 动摇我地位的事情 还会频频发生 看起来 我貌似果决和刚毅 其实 自古以来 男尊女卑的中华传统 早就使我不堪一击 正因为如此 欲以天下为己任的我 必须比作为男儿生的曹操 还有残忍十倍 百倍千倍 才能够在大唐王朝站稳脚跟 歇妖华 你凭心判断我这是强词夺理吗 让历史来印证我们在西院内狩猎交谈的是非吧 歇妖先生 歇妖华 臣在 奴婢在 我把李红太子殿下托付给你们 不仅要使她的体魄强健 更要使她的心态强健 成为我大唐的一代明君 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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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潸 见 红夫 居德坊和善官宅的群衔坊 只有曹渠相隔 先来散步渠畔 便可见宅院相连呢 这真是善公监选的好地址 红夫 喜欢吗 一个是文章魁首 一个是侍女搬头 入住大夫妇宅 真是让人羡煞的神仙眷属啊 对不对 洛宾王 先客来 我突然有个奇思妙想 不知洛宾王可愿听否 当然愿意 好 那我说出来 可不准瞪眼生气啊 当然不会了 先客来 杨威 你就让先客来说 好 洛宾王都让我说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三天之后 是不是吉日良辰 一宜婚嫁呀 这三天之后 正是林德二年春二月人物 大吉大利之日 最宜婚嫁 好 那我希望到那天 我们可以双喜临门 幸福吧 你别说了 你看那新宅之幼的垂柳 六崖出土 多么美妙啊 洛宾王 不要转移话题啊 三天之后 我希望左思大夫乔芝芝 可以把他的新娘赛宏湖 接入家 我希望长安县主部洛宾王 能把他的新娘信尤尾 启入洞房 陈子昂以为 先客来之提议 极有道理 你呀 谢伯父 那你应该令洛宾王 捕手经命才是 老胡早就盼着这一天呐 爹 好了好了 不要耽搁了 赶快进入新宅 安排布置一下 三天之后 就要在这新宅 大办喜事了 对 请 好 请 滚 都给我滚 是 滚 这次仇摩个屁 全是纸上谈兵 枉费时日 从东到今春 已经半年有余了吧 东宫太子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结果今天呢 今天那对狗男女真的进了菊德坊 你们两个就不能替本王想起吗 啊 菊德坊是用我的凤银剑的 我的凤银剑的 结果这对狗男女现在的里面 如鱼得水风流快活 让我以后怎么在这大唐朝立足啊 书王息怒 职呈以联络妥当 武团儿马上就会来到王府 向你禀告 我禀告有个屁用 我要的是你们除去西氏全家 是 启禀五三四王爷 西内上宫武团儿奉命来的 宽船 是 书王 下手 季府 爱妻 我乔之旨 何德何能 近日能以尽你的方子 这是上天对我恩宠无边的眷顾啊 近日 大唐林得春儿月 仍无日之息 乔之旨对天发誓 此生此世 与爱妻彩虹府 比一双飞 既是深陷刀山火海 也要与你生死与共 教老 红府 你不必难过 今天是我们的大喜的日子 可是红府满心满眼 却都是刀光剑影啊 巧了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天子赐婚 你也不必过于惧怕 无论谁赐婚 都难逃五三四等人的毒手 命不惧死 奈何以死惧之 可是巧郎以前并非他们的敌人 都是因为红府 不要讲说了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 只要能为夫人而死 我是心甘情愿的 只要有一位知心之人相伴 相伴到老 哪怕只有一时便会消失 也是心有归宿 巧郎 当初 我和巧郎相遇之前 并不怕死 好多时候 还萌生了生不如死的念头 可是脱身巧郎 我真是每时每刻都在害怕 因为红府感觉到 能和知心人相伴生活 是多么幸福 可是天意弄人 当赛红府 终于找到知心人时 却也把知心人 一起引入万丈悬崖的边缘 巧郎 你明白吗 我明白 什么文章魁首 什么侍女班头 赛红府 只希望自己是山村姑娘 巧郎 是山野哥夫 我们与世无争 南宫与之 相依相恋 在绿水情山 花前月下 茅草屋前 相伴 那才是红府期望的 神仙眷属的时光啊 夫人 我们能办到的 不能 我们办不到的 九龙 夫人 九龙 五三四殿下 五三四殿下 五团二 你是不是害怕了 五三四殿下 五团二在后宫被谢瑶环逼得度日如年 恨不得立刻置他九族于死地 绝不害怕 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五三四殿下 一来自驱东以来 皇后陛下把太子的起居几乎全交给谢瑶和谢瑶环的手中 五团二 这不是正好吗 太子一旦身遭重大变故 那谢师父女不就难逃杀生之祸了吗 但我身为皇后进士上宫 要离开心内十分不便 就是能离开之时 太子白日由谢瑶老而随事左右 晚间由谢瑶环率公和宦官照料 一时之间也难有机会 这都半年了 难道一次机会都没有吗 过两天我又有重任在身 什么 殿下应该知道 今年十月将开始风扇移成 我被围以风扇舞队的调教总使 召集各州歌迹舞姬 即将大会于宜春门内的黎原 开始调教风扇舞院 这虽然是重任 难道我们就能放人的谢师父女 还有乔之之 赛红服如此放肆猖狂 我的血恨之心也如火烹牛啊 只是机会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当然机会来了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大好时机啊 夫人 明天一早 我就决定赐棍表彰 离开青石 不行 没有用的 我们可以离开青石 到一个魔爪 抓不着我们的地方 乔郎 我们就是逃到天涯海角 也难逃他们的毒手啊 陈葬早就跟我说过 在太湖之中 有一侠名远波天下的英雄 叫袁军剑 他和他的师妹都是侠义之士 成恶养善 专出人间不平 太湖 太湖亦是援军剑 在红服遭有耳闻 夫人 只等明日一早 我送上词官表彰之后 我夫妻二人五十几个处境 不出半月 我们就可以抵达湖光山色 美不胜收的太湖 与约欧相伴 共青州主播 再不仙怀 尽居士权贵 再不深陷酬成杜春秋 那是何等的光景啊 这 或许是留给 我夫妻唯一一条生路了 我夫妻二 你现在身为 风扇五月演练调教总使 自可从宫中直接下达诏令 征集天下的歌者舞姬 正是 那你怎么忘了 这京城的舞姬班头 可是出自贺兰敏之府 现在正在乔治之身边的 对啊 太对了 只要五团二 将那赛红符 争调入黎原中 到那个时候 奴婢帝要让乔治之和赛红符 死无丧身之地 对了 五团二 你一定要亲手将赛红符 献到书王价钱 由书王亲自调教 团二明白 乔治之那狗官 还没个交代呢 啊 苏子印 你马上去告诉周星来晋晨 明日一早在居德房间静候 是 书王 你如此安排 是何打算呢 你想着乔治之心婚燕耳 怎舍得自己的娇美妻子 就这么被争调入宫呢 只要他稍有阻留 我们就可以 以抗旨和破坏封上五月的大罪 将他关入祥形寺 到时周星和莱俊臣大人 自当知道该怎么做了 啊 风扇大礼 是当今皇后亲自倡议的 那谢瑶环 陈子昂 即便是想出面营救 皇后也不会听从的 五三四殿下 智力过人呐 在 奴婢在 一计行事 谨遵亡命 夫君 请用早餐 来 来 你看 夫人你看 资棺表 让开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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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妇 我们就要够好日子了 嗯 我自大夫乔之之 与其夫人赛红服跪地接旨 天子 于去春朝会 以宣告天下 将于灵德三年 风扇于泰山 将争调天下加厉 练习风扇之舞于黎原 经据此 争调左司大夫乔之之之妻赛红服 即刻进宫 令道寄省 勿容致言 恭喜了乔之之大夫 孙夫人赛红服 以能歌善舞而被争调入宫 参与风扇大礼 快送尊夫人上教吧 乔郎 请武尚公转奏宫中 不要吊我妻乳宫 乔大夫 清婚燕尔 你诉酒未醒吧 武尚公 住口 风扇大礼 为天子皇后祭祀天地的莫大之礼 为此争调之人 休说你小小左司大夫的夫人 就是争调到王侯宫亲的告命夫人 也必须既争既行 就连高丽波斯等十国的宫中命夫 也必须奉旨应征 你身为大唐朝官 竟敢说出这般大不尽的话来 武尚公 乔郎 我们夫妻 认命吧 夫人 我绝对不和你分开 乔知之 你竟敢抗旨 详行官员何在 周星在 白志陈在 左司大夫乔知之 抗旨留人 破坏风扇大礼的筹备 即刻押入详细寺 推审问罪 来人呢 将乔知之带回乔星寺 拿下 是 一张 刘皇 究竟